墻壁上高掛美國NBA職業籃球超級巨星的球衣 一看就知道辦公室主人是一位標準超級籃球控 而辦公室的主人正是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其實我從小到大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籃球迷跟棒球迷 那我剛好有這個機會把這個辦公室做一個簡單 很簡單的一個佈置 我就把我最愛的幾位球星 從小到大非常支持了球星的衣服 拿來議會來做一個擺設 然後這其實進來後大家就會呈現一個 我就是一個年輕活力的風格 那其實也是自己喜歡的感覺 那歡迎大家有空隨時來討論我們的基隆的未來的正式 那我們也會在這邊做所有的政策推演 除了籃球巨星的球衣 另外一面牆壁則是懸掛棒球巨星 大股翔平的照片和台灣職棒兄弟相對的海報 因為棒球也是童子偉的最愛 就連經典賽時的棒球玩偶 也擺在書架上 可見有奪愛棒球 上任議長時 童子偉就宣示將帶領基隆市議會 打造成為全民開放和陽光的新議會 因此就連議長辦公室的裝潢也不同於以往傳統 而是用簡約陽光透明又兼具企業CEO的風格為基調 打造史上最朝氣的議長室 更重要的是有清安宮媽祖邪的坐鎮庇佑 讓童子偉更有信心做好一位称職的好議長 我們媽祖娘娘一段時間就會沐浴更衣 那有機會的話 就是換衣服或換鞋子就會有一個擲筷的動作 那我們擲筷跟好鞋子 媽祖娘娘擲筷指定給我 所以我非常的感動 那就一直隨著我的這個從真生涯 從我的議員服務處 然後到議會來 那我就把這個媽祖娘娘的鞋子 特別做了一個位置來做擺設 不過要做好一位好議長帶領議會開創新局 最重要的還是得靠自己一步一腳印的努力耕耘 議長座位後方就擺放著和現任副總統賴金德的合照以及書籍 藉此替立自己以賴父為榜樣 敬意求金 因為賴父從小到大就是我這個一個偶像 那在政治工作上也是我一個非常尊敬 然後非常重要的一個學習對象 所以他的書用行動帶來希望我把它放在我的櫃子 隨時提醒我也變成我的座右銘 那我們所以我們就一步一腳印的完成我們基隆想要推動的大小事 那也特別把一個照片來這邊做紀念 勢在人為不忘初衷 童子偉拿著擺放在辦公桌上 寫有大致落語 以及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兩張座右銘書簽表示 隨時替立自己環境可以改變 但是從事政治服務市民的初衷絕對不會改變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都 都 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